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六祖谈经我们上个礼拜介绍到六祖大师为了我们解答了关于达摩祖师跟梁武帝在谈功德和福德的因缘让我们非常的清楚梁武帝是一任懒卓于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你认为他应该功德很多 比较很大才对 一有懒卓 那就是什么 有懒卓就是有违法 有违法就是世间而言 就活法的角度会有什么 有弱的 有弱的就不能成就为功德法身 是以这个角度去迫之他 但六祖大师并没有否认要行善布施 这一点我必须还要再跟各位来做说明 有些人说 我心好得了 我就过世了 我对人善良就好了 其实这是一种的说法就是 自己不想布施 就不要去障碍人家布施协善 那六祖大师之所以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从第二品到第三品到六祖谈经的后面的一些音 我们必须了解到 当时六祖大师是在唐朝的时候 那唐朝佛教非常的兴盛 那佛教非常的兴盛 百花齐放 各宗派各种的教理都出现了 那六祖大师在那一个时候 他必须提出非常有利 对修行者有利的修行角度 去扑斥一些所谓的旁闻主道 或者非佛教所说的一些观点 他必须要非常严厉的 而且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那和我们现在台湾国教的情况也是一样 何为正法 何为这个复活外道的说法 我们也必须非常的清楚的认知 所以我们现在又能够读诵到六祖谈经的 我们更应该非常的清楚 在佛教兴盛的时候 他觉得不会只有唯一的学说 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家 祖子百家 你看光儒家传下来了 就孔子传下来 孟子寻子 你看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从六祖大师的时代 年代来看 当时的佛教是非常的兴盛 那主张不同的教理教法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当时委赤使会问这些问题 也是当时大家非常关心的 好比我们现在大家也不非常的关心一些佛教的一些问题 佛教到底修行是要住在深山呢 还是住在寺庙 还是我自己自修最好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亚于唐朝 现在问题要解决问题 反而怎么样 更多 那我现在这么多的师父 我到底要跟哪一位师父来修行才好 那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解决的时候 我是希望我们读诵了六祖谈经的一些音乐之后 我们能够怎么样 运用在自己的修行理念上 去突破我们很多很多的盲点 这些盲点是我们看不到的问题 我们自己能够运用的时候能够去破除它 但是不是把我们的问题怎么样 复教在别人或者在其他道场 或者自己共修的传统里面 这就不对了 六祖大师内很多的回答是怎么样 去解决我们人我们心的问题 但他不是去讨论一个环境的问题 因为当时唐朝佛教这么的兴盛 他不能因为说太兴盛了 大家要稍微怎么样 停下来停下来 不可能的嘛 就好比我们在跑步 跑了正火热的时候 跑了刚调的过来的时候 突然间叫我给刹车 停下来 那有时候是受不了的吗 那去闯了过来 马上停下来是不对的 同样的 所以他只是要破除那个什么 破除众生五十节来的这个见解 破除我们的见解 把这个见解导正了 那在修行上才会怎么样 更加的往上提升 那再来 当时大概 比较被关心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人武帝的功德 到底都不多 就不究竟 再来要关心的就是 在我们中国国教 尤其在北传国教 特别新生的净土法来 他们都想要求生西方 那到底有没有一个西方净土 到底有没有一个极乐世界 六五大师非常明确的跟我们讲到 西方并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东西南北的 有向的西方 而是在我们心意里面 自信亲近 所以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都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里 他就告诉我们 马上献给我们看 眼耳鼻翼是门 我们的身体是一座城 城里面有一个信 信就是阿弥陀佛 讲完了你们看到了 他就被他回答 很非常的幽默 他也是更凸醒出 我们求生西方 不如赶快让我们的心能量 能够好地安下来 但是心能够安下 能够看到我们的自信亲近 当下你就是到达净土 心境则国土景 所以他回答 那接下来 他就把综合的关于 在第二品 在第三品 第三品 这个断礼品里面 重复了 尤其当时佛教这么兴盛的时候 不单单只有出家的团体 还有在家的团体 尤其在行大圣 佛教大圣 包括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 佛教这么多兴盛 我们台湾佛教 佛教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兴盛 但是我们佛教这么兴盛 绝对不是只有我们 佛教出家人的团体 你看我们在家的团体都不多 多到比出家的团体还多 什么功德会 什么基金会 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团体的因缘 但是 他只要是 在佛教的修行的这个领域上面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不是在练财 他不是在佛教以外 在行使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这个都是 在我们佛教的修行里面 自然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同样的是 发明出了另一个问题 那我到底我修行的目标 我修行的方向要往哪里走 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相对的在唐朝六祖大师 也同样的面临到居士们的问题 因为去前论他问题的都是谁 是一些达官贵人 达官贵人 那当然他身边的弟子也很多 也很多 没错 但是从第二品到第三品都是 维持实在回答你 在问问题 后面才是弟子在问问题 那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他必须先非常明确的告诉 他的在家乃至出家的地层 我这个法 我修行的这一条路是往哪一个方向 我是要把大家带到什么方向去的 而不是只停留在我们所认知的 或者是你过去所学的那一套的方法 要来影响到六祖大师所要教法的法门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间有一间都会放同样的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过去想拿一个团体所学 那我现在到另一个团体共修 我会把我过去所学的怎么样 来影响你应该要怎么弄啊 这个佛五共时间应该在几点到几点啊 不能这样不能拉不能怎么样的 把过去自己所学的怎么样 要加入在别人的团体当中 不一定是很恰当 但他不是对错的问题 实际因缘不同 那六祖大师呢 接下来要破除的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一次使他 其实他回答了这 问了这些问题 也是当时包括我们现在 很多人都有待于我们去处理的 我常常在回忆有问题 很多问题在六祖谈计里面已经被解决了 甚至被解消的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不断的把它拿来用 又好比人家 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我生气了 我就跟他讲 不当当啊这个谁啊 骂了我啊现在心情不好 我现在跟你讲 发达说讲完了 讲完气就气过了 隔天还是要再讲 哈哈我是说过了我都要想起了 可是事情过了 所以那个晚上明天碰到 还是在谈同那个问题 我昨天被谁欺误 还是放不下 所以咧 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 很多问题是六祖大师已经帮我们解决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拿定主意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就会拿定方向 不要跟你们犹豫不决 这样反而后 让我们在修道上产生很大海大的障碍 这是在接下来要谈的一些 已经有些说明清楚 我们要得到 六祖大师当时面对佛教正新生的时候 他假如不是一个得到高身 开悟的祖师 他讲的话会被接受吗 重来讲的在也不一定被接受 所以有祖师大德的出现在这个世界 真的是我们的不报 真的是我们的不报 所以我常常也在想一个问题 像我们目前台湾某家很多很多的现象都有在解决的 甚至很多问题不是我们一个人说的算 那有人说这些问题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不是想到六祖大师 就有六祖大师这样的一出现 大概问题都解决了 我有真理了吧 一个开悟者 一个得到的高身 为我们所解说的问题 谁还会有真理 那你就等于跟佛陀过于不去 那你等于跟自己过于不去 那是其实很 那为什么现在 现在各宗派各因缘所说的 不一定会被接受 但他也不一定否认 为什么 那都在一起倒而已 那他在小学来说伯伯 那我们的烦恼看法都同样 那就是要怎么 那当然烦恼都一样吧 你的烦恼我也有 我的烦恼你也有 那烦恼都一样 我为什么也要接受你 因为我在你身上也同样看到烦恼 我并不是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 纯解脱者的一个境界 那为什么这样 那 就从六祖大师的角度来谈 比较严密的来谈 是我们本身有烦恼才看人家有烦恼的 又不是人家存在有已有的烦恼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 六祖大师要帮我们解决 不是我们 不是别人的理论错 是我们本身用我们自己的烦恼心 去看待别人 而认识你也敢说其实不难 其实不能 就最近到一些国外 参加一些佛教的一些法会 会议 好的时候 觉得我们的台湾的佛帅 真的不输其他 那是我们懂不懂的珍惜 懂不懂的让自己的修行提升 这是我在六祖谈记里面 还谈到的一些心得 在这里 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要点到六祖大师面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当初假如没有解决好的话 那恐怕会产生很大的真理 你看到长话到现在 真的祖祖大师所留下的 大概都是雨露 那雨露不一定人家会接受 能够过成是一部金的 大概就是六祖谈记里面 其他这么多的祖祖大师 顶多他把它产生 这个所谓的公安 或者一些雨露 不一定是拿来变成是一部金来做 所谓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比较明确的标准 这是我们要的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 我们从215页开始来说明 前面谈到了所谓的 慈悲是观音 喜神是世之 荣尽是世家 贫子是民土 那其实他谈的这个贫子是民土 在 因为当时是问到极乐世界 当然他说贫子是民土 那有一些 这个版本里面是提到是民土 那是谈到什么 因为 世家和民土才是对应的 为什么是对应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之所谓的未来火 那请问世家和未来 和未来火、民乐火 那他已经早就知道 未来火是民土 那我们现在怎么修 是不是就成不了火了 因为世家已经早已经设计好 你们再怎么修 你们也先等民乐火成火以后 你们才能成火 成火不是按照顺序来排123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明确的 贫子是弥乐 我们的心就像世家火这样的能静、极静 贫子持续不断的 当下我们就是弥乐啊 而不是真的像我们所认知的这个 这个效果残开的 肚子大大的 那个弥乐火的出现才叫做弥乐 这是又另一个 让我们可以去显示细事 其实我们在六十语谈记里面 可以多方的去认知 世尊 认知六十语大师给我们的教讨 瓶子 他当然是谈弥陀 因为他回的 问的问题是阿弥陀佛 你的心、自信、清静 当下是弥陀 就是佛的意思 那接下来他要教导的是方法 方法怎么运用 如何运用于生活上 那当然这些方法的运用 是非常弥浪 非常高深的方法 那原则上六十大师是把他的弟子 其实当时也不是 他当时他那些弟子 不管在家出家的弟子 都已经有学佛的底子了 都已经有相当的诚度了 是在一种大家可以共识 大家所认知的一个议题上在想在提升的 比如说我们要讨论一些问题 比如说要做买卖 比如说要做买卖 比如说我卖的是高丽菜 我卖的是高丽菜 你是买方我是卖方 你必须先接受我的高丽菜 你才会问我价格 那我再开出一个价 在大家共识之下才可以 达成协议 达成共识 所以现在接下来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达成他 我已经跟各位介绍了 自信迷途同不同意 都接受了没问题了 接下来教是什么 方法的运用 除非你有否认 所以一个议题的讨论 必须一个一个处理好了 这是这其实对我们现在在 在生活上 在人生的处事上 它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很多事情讨论完了 接下来再讨论 那还没有讨论成果的 你就要把 安兵不动 但是不要 不要再缴到另外一个方 缴到另外一个议题 去获在一起 这反而自己会乱的方寸 所以在这里 刘主大师在处理这些问题 是非常非常高谜的 各位不要只是把这个劲 这样翻一翻读过去就好了 它其实是有很多处事的方法 包括修行的方法 所以你看 它从头到尾回到一些问题 弟子没有反驳 没有 代表都接受了 接受了 接下来讨论方法 那这些方法就开始来告诉我们 他说呢 人我是虚 虚密山 人我我慢 看靠我慢 就像虚密山的 这么高 这么大 障碍了我们的修行 虚密山 所以人我就像虚密一样 所以像虚密山是 人假如一旦有了我像 就会神起了怎么样 这种 这种 无法接受别人给予他的教堂 一个人的成功与佛 我觉得谦卑是非常重要 不管你今天的事业在怎么样的成就 那个谦卑是什么 那学佛的人 何况是我们 学佛不是要求世间的名录啊 学佛要学的是你这个 出世间的解脱圣者的那个风格 世间要成贤成圣 都非得要去除我慢了 何况是一位修行者 你不去除我慢 何来的转繁成圣 所以人我是要虚密 你跟人一旦在傲慢心一起啊 像有些人说 啊 我现在不去找什么 因为我如果去都看不去 其实他现在看不起自己 可是别人看不起他 从哪个角度来思考 所以六九大圣他 台门街上就跟我们讲 人我是虚密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要先破我慢 你我慢心这么强烈的话 世尊重来讲的再好的法案 师父重来给我们再好的教导 很不容易接受 不容易 为什么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的我慢心没有去除 可是当下在听说懂懂懂懂 可是为什么离开了就不懂 严格的审查的结果是什么 我慢心没有去除啊 我慢心没有去除 为什么我慢心没有去除 因为我慢心不是那种表现出来很骄傲 我慢心是什么 是自我的认知太强 自我的认知 我顶如言外跨话 我觉得我的想法就对了 是被自己的想法给困住了 所以是六祖大师谈徐密山 虽然是用这种外面的假象 比如像喜马拉的这么高 他是举例 如同这么高 这么大的障碍 你怎么超越得了 那我们在学佛上在修行上 为什么碰到这么多的障碍 没办法跳过去这些关卡 是来自于我们的知见 被自己的看法绑住了 看不下去再跳下去 看不下去不要跳 我们的知见看不下去 才不容易跳 很多事情人家在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些临终关怀 或者居家关怀的一些服务 或者跟信众的做心理的辅导开导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他为什么很多 他为什么很 一直没办法走出来 就是他被他的知见给卡住了 然后为什么被知见给卡住 其实就是经典里面所谈的我慢 我走不出去 我走不出去 我走不去 我走不去 太多太多 他就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法就不入信 法不入信 何来得去除烦恼 只会屠家烦恼 而且怎么样 想太多太多不必要的烦恼 所以一开始他告诉我们忍我 所以修行的第一关 第一步就是要先破我慢 我慢能破 那接下来就好破 我慢不破 哎呀 人家说阿姐弟就听不懂了 就是这样 他坏在一个道场上 不一样 好 我慢破除了 忍我是烦恼 邪心是海水 邪心就像海水不能拿 海平面本来真的很平静 我们的心 就像海水本来是很平静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起波浪 就是因为邪念 不正确 然后怎么就起了一些什么波浪 就是海浪啊波浪啊海水那种 就这样来的 因为风一起 邪念一起 啊 我爱就来了 所以邪心啊 我们要把他 要把他转掉 不要让邪心在我们内心里面 混嘎 哇 要闭消化 这邪心啊 不正确的想法就是邪心 那 人世间很多很多不正确的想法 这个 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太多的例子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心很平 像比如说我们有些事情在烦恼 晚上睡不着叫跨心啊 那跨心都容易让我们睡不着 但是修行带有邪心 容易走得出来吗 懂不懂 所以邪心他谈的邪心就像海水 烦恼就是波浪 波浪 为什么叫做波浪 波浪是什么 一波又一波的 烦恼没有停下来 波浪就不可能停了 我们的邪心 一起一个动念 那接下来就不断的揽着嘛 又像波浪一样 又像烦恼波浪 接着 一有再再二三迷那接着而来 因为邪心一定是先有一个观念的产生 然后烦恼再接着而来 他说烦恼就像波浪 那波浪是依附于海水的 所以当我们的一个不正确的想法 一有再再二三迷在那边棍尬 那个波浪就不断的有关 就像波浪 那再来他谈到毒害的是恶龙 那早期恶龙就是我们所认的蛇 是毒蛇 毒害是恶龙 人心吹毒 你看所有的世界上最大的毒害、毒品 什么枪炮等等之类的 还不是人制造出来的 你看他毒害一个人 所以他说毒害就像毒龙一样 伪害了很多很多的人 要来虚妄就像鬼神 那时候把虚妄看成鬼神 古人常常讲离心离鬼 为什么说离心离鬼 不能吃 离心离鬼 为什么鬼神是这种虚妄 不死 所以我们虚妄就像鬼神 我们不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既神离鬼 像有时候七月我们在做什么什么超度 或者普渡法 在堵那些鬼神 我先堵就会堵 他会想要鬼神 有什么 里面那个既神离鬼 那个鬼神是堵 我既神离鬼 堵就大概也都 你做一切事情大概也都可以平素 所以说耶 耶主啊 你这牌位真的可以超度王者吗 他的骑神 不断你 裡面那那个鬼神 那个鬼神 就还不堵到外面了 那时候拿去 就不要误以为 我捐了多少钱 我花钱了多少钱 就应该非得得到 大概那个功德 那这个汉子 两无力 落入一个喘濁 所以这个虚妄 虚妄心 他心不像鬼神 有人就问他到底有没有鬼神 以路道来打是真的有鬼神 但就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 有一位居士他去问一位师父 去问一位禅师那位禅师 他说师父是要请问 世间上有没有鬼 这个师父跟他讲有 结果这位居士过了几天又去问另外一位师父 就问师父世界上有没有鬼 这位师父跟他讲没有 他就无头了 那到底有没有鬼神 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然后他在那边绕啊绕啊绕不出来 当我们是碰到了一位比丘在突破 那就去问师父 我曾经在什么因缘下去问一位师父 有没有鬼神 第一位师父说有 那过了一段因缘 我就去问另一位师父 一位师父说没有 那请问师父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到底有没有鬼 这位师父就跟他讲 当你去问第一位师父的时候 第一位师父跟你讲有鬼是因为你尚未解脱 在您的境界里面真的有鬼 因为你刚不要再造个厌 你本身就即将这个三日道的门找为你而开来 所以师父在提醒你 他这么觉得 那第二位为什么说没有鬼 因为第二位师父的修行境界早已的超三界了 在他心中根本就没有鬼 所以他跟你讲没有鬼是对他的境界的肯定 不是对你的肯定 哇这位比丘最有智慧了 看圆荣的回答 那你都塞一下 那个人就被他打了两个额挂 太了不起了 这就是智慧圆满 这不是自圆其说 是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他说肯定没有 因为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开悟者 你已经超三界了 对你来讲 有没有所谓的鬼神的问题 对你而言早已有鬼神的问题 为什么我早已出三界了 哪来的鬼神的问题 鬼神是因应对于一些什么 有这方面染作了人而说 你已经超三界了 何有何爱的鬼神 我们都想成佛成圣了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所以那位比丘就跟这位居士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当我们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 觉得这位比丘回答得非常的明亮 当时叫做人家 我就找他一个问题叫做人家 他如果问我 我也要怎么回答 真的 他问他自我的话 你当下会马上这么反应吗 那为什么这位比丘会这样反应 因为他非常清楚 这位居士的盲点在哪里 他不会 他才不会被这位居士怎么办 他进这个战局了 你会讨个派人家 他何苦对立 因为他批判了谁都错 都磅三磅 对不对 他反而很清楚对这位居士拔的干脆 是你自己的了 你知道了 不是师父讲错了 太平庸了 我这一招要写了 这个是有滋味的 他就跟我回答出来的 非常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 所谓虚荒是鬼神 陈老是鱼鳖 陈老就像什么 鱼鳖是什么 你看这些鱼 鱼在水里面 在海里面 在水里面 游来游去 牢牢路路过一趟 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想讲 我们身为人 今生今世 真的牢牢路路过一趟 你在牢牢什么 有想过吗 你真的牢牢的 背后的因缘又是什么 所以不要到最后像鱼鳖这样 牢牢路路过一趟 真的不知所谓何事 我们修行也要有目标 不要到最后真的不知所谓何事 不是人公当就翁当 公筛就翁筛 你自己要拿定务不要 其实这一句话 刘主大师也刚好在那 在棒喝当时他和一些学生弟子 牢牢牢就像你一趟 那牢牢牢路过一趟 但是到最后你自己真的在做什么 不知道啊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现在在上班 我知道我现在在公路 我现在在学我 我在打坐 我现在一辈子打坐牢牢路过 甚至动不动就去闭关了十九天 动不动就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好好地研究今天 也看起来很辛苦 可是他心从不安过来 他只是换了一个方法在牢牢 有些人牢牢是在太阳底下工作 除草 净割 好像牢牢 假如我们今天在学火上 在休息上 没有把这个信念搞正确的话 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牢牢 看经典在牢牢 把自己关起来再闭关在牢牢 只是换个方法在牢牢 不是说我们认为在做苦工的叫牢牢 心不安则为牢牢牢 勞鲁就有烦恼 烦恼就不得解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要把它搞懂 这牢牢不是看一天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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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你像尸尊过不过马 很忙碌 有走一软额两岸 以下至这边说法 以下至那边说法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可是牢牢對他有没有 为什么他心不牢牢 因为他在杜众生 那为什么要杜众生 训练不同 发广大普及训练 训练不同 所以真正的劳碌是来自于哪里 回到第一句话 人我乡 没有人我乡就是劳碌乡 非没有人我乡就没有劳碌乡 所以其实第一句话也是我们的答案 也是我们的问题 你解决好了 OK 好再来 贪生是地狱 愚赐是畜生 贪生就是地狱 贪生一起 这个 地狱跟畜生是什么的道 所以贪生是 所以 愚赐是畜生 那我们畜生到了众生 他再怎么样会耍宝 他就是畜生 就佛界因缘而谈 善善于 去出家下午也是没办法 不具足 所以这个贪生是地狱 所以我们假如天天自己在那边撑怒 不满 我们每天都在造地狱音 你不断的 你不断的在动 你就不断的在动地狱音 你不断的在动地狱音 你不断的在地狱的中子里面在交匪 在那边怎么样 给他养分 你哪一天你说什么 这蠢旧的地狱音 地狱国 鱼痴也一样 鱼痴就是畜生的 那什么叫鱼痴 何来的鱼痴 没有智慧 为什么要没有智慧 你不愿意去亲近善知识 不愿意怎么样 去放下身边的工作 好好的去学会 那为什么 要去除鱼痴 非得亲近善知识 因为唯有善知识才知道怎么去除鱼痴 世间的智慧 真理就只有一个 真理就只有一个 忠报实际就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第二个 就好比太阳一样 就是你偷偷弄不着 不然第二个 美国都好 就是这样 那这就是一个局 所以 远离了贪嗔 就远离了地狱 远离了鱼痴 但是就不说畜生 是这个道理 好 所以他这里谈到了 要解释这些名相 所以我们就 什么叫鱼痴 什么叫我慢 其实他就是回答的 你有的罗像就是徐弥 就像徐弥那样的我慢心 所以这些都去除了 真正的名相 不是我们在佛学词典里面所找的烦恼是什么 所谓的徐弥山 是所谓的庙高山 有些人就回答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喜马拉雅山 他 六祖道真是借用这样 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我慢心 就像这些高山一样 这么高大 他们想哪 就破坑 都要去除 要去除 好了 那我们翻过来再看到 218 他这里又谈到了善知识 他又提醒了 回答好了 回答好了一些名相 当然就要告诉我们怎么破解 不善知识 常行时善 常行就不间断的 不间断的 包括了一切的善法 不间断的 有佛教里面教我们的 诸恶莫重 众善奉行 致敬其义 这是后面说 致敬其义 是诸佛教的 诸佛教 诸佛莫重 我们可能就是要做到 众善奉行 而且要致敬其义 致敬其义 致敬其义就是不间断的 在修行 不是只有做一次 是不间断的 所以 六祖道真说了 三十四 常行时善 天堂便智 除人我熏导 去邪心海水阶 烦恼不让你 独害处 鱼龙女爵 所以 行时善法 就可以把前面的 一些种种的问题 就是什么 去除掉了 包括人我 为什么常行 在时善 杀盗淫妄觉 杀盗淫妄 然后 口业的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妄 不情 然后 不贪 不吃 我大概修好了 事情问题 到底都没有了 所以 但是他重点 在这一句常行 只要我们不间断的去修食善法 那么 这一些 忍我 包括一些贪嗔痴 就能了 远离了 我们不去修食善法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就会不断的存在 只要我们 愿意去修食善法 这些问题 就会 一天一天天的人 消除掉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至少我自己 承认一个事实 我现在就是一个法御心 我们就必须要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必须把这个烦恼 去除掉才可以醒发我们自在的这种所谓的福心 你认识我现在就是佛 你为什么要烦恼这么多 众心改善 不然你这烦恼怎么这么多 所以必须接受一个事情 你必须面对它 你才能够转换它 你不去面对它 你永远转不了它 所以必须接受一个事情 其实是法御修行 实实在在的一个法御修行 所以人们在问你 法御多久了 我怒恨了 我那五十年公里 又平衡又大了 五十年了 又是要这样 那真的 会真不好意思 会慎重做的民主 不是慎重自己的民主 是的 所以想一想 所以你们必须去接受 我们现在这个法御怎么去转 那怎么转 常行时善 这些问题就一天一天的解决 所以时善 所以刚刚前面介绍这么多的烦恼 这么多的问题 都是来做什么 不修时善才会有的 我们今天不断的常行时善法 这些问题就一天一天的消弱掉 所以有烦恼 我们有一些问题必须做 面对上处理它 这是OK的 但是不要面临的一些障碍困难 人生不怕修行的过程 有一些障碍 古人常讲一句话 失败为成功之母 所以这句话 对我们修行人而言 是非常实用的 我们每次打 打坐每次都把失败了 无论想成佛 可是每次打坐 就还没有成佛 是不是失败了 以成功的目标而言 目的而言 是不是失败了 可是你不做 你永远都成不了佛 你没有失败的扩扎 你就没有什么成功的价值 我每次在打坐 我要成佛 我得很实在 那个心智很真 一盘堆起来 神呼吸 开始在观想 我想成佛 可是时间里 倒腿一放 我也是个缓入 失败为成功之母 自己在鼓励自己 下次还是一样 继续打坐 继续练佛 继续用功 不要因为失败而放弃了 这是我们自我鼓励的 非常好的一个 但是不要一直拿失败当借口 就对了 可是不能因为这样的退缩 反正跟一个经济 失败为成功之母 但是没有了失败 你只能把你觉得 让你成功的珍惜可恶 所以我们一坐到控堂的时间 要想要打坐 那真的是很真诚 你不敢随意的让被掉 那一丝丝的时间都好 都尽量的用全心全力的方法 让你的心静下来的 也不是君在作者 我们要这种绝对的 这样的一个愿力 你去操作它 你去实践它 才有价值 所以常行时善 这句话 虽然简单适合 六祖大师也给了我们 非常重要的修学的 修行的一个理念 只要你停下来的一天 后面的问题 全部还会再发生 人我慢 烦恼 包括贪神痴 只要你一停 十善法一停 它就产生 十善法不间断的在做 这些问题是哪 解决的 有阳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个 六祖大师 这方面的回答 非常非常的巧妙 非常巧 好 那我们看过来 再看 一百二十页队 有两百二十页队 他说 我们这里要回答 自信地上觉醒如来 放大光明 外照六门星星 能破六一诸天 自信内照三读几存 地狱等罪一时消灭 内外明测不亦失忧 不作此修 如何到彼 所以他到最后讲这句 是很重要的 你没这样修复 你是要去 你是要怎么做 你问现在 出路就回答 你没这样做 你是要怎么 你不作传 你怎么到达彼岸呢 这样呢 不是整整天在计划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从来没有 好好的实践 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有愿望 到不了 所以六祖大师他在这里 很明确 自信心地觉醒如来 对啊 每一个人自信地上 都有一个亲近的法身 如来 你的佛性 放大光明 外照六五亲近 所以我们有六根 能破六一株天 为什么他讲六一株天 六一株天 其实就是我们欲界天 那简单来讲 欲界就是还有 重来你 你的生活就像 就像欲界的 这六一天这样 每天在享福享乐 但是还是怎么样 还是反复啊 我们的生活 每天在享福享乐 哇 你看 住的是高楼 拉下出门 哇 很享福享乐 会不会用镜啊 我今天朝上看了一个 我昨天才从越南回来 今天看了一个报纸 说高雄 过去也是富家子弟 短短的三年 把好几 三亿多 三四亿怎么样 三年全部拜光光 沦落街头去偷人家的蛋糕 被抓到 过去也是很难 没有 还能迷惘的 那我就想到六祖大神讲了这句话 我们每天在享福享乐的时候 你不懂得去真心 我们看他好像是 是厉害的儿子 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用功 我们也是佛陀的厉害的儿子 不是那个我们看到的 叫做厉害的儿子 可以了解到这种内涵吗 那就是我们在法医认为思维的时候 你要拉回来 怎么去看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六一株天啊 能破六一株天 你有在学佛上 在修行上目光 你就不会染足于世间的人啊 这是享福享乐的 你才不敢这样 你才听不开 你才会放下来 我有意见他会不断的享福享乐 等到他的福报响尽呢 就五衰向现前 身体发瘦了 来不及了 我们不要等到真的 这个所谓的老太郎中了 真的要看个经典 减着一段 那些人才开始独孤 都没有力量 有点慢 有点可惜 但是不是说 理智道不能学佛 更应该要学佛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握的把握 他不要只是贪图 你世间的享福享乐 这不究竟 所以他说呢 有了智慧 你就会破除这些 自信内造 三足就消除了 贪生之就美了 你有你自信 自信已经怎么显发出来 还会有贪生之呢 不会啦 所以呢 三足消除 地狱等罪就什么 意思消灭 你过去的种种一切就什么 消除掉 就像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他把地狱当成什么 道场呢 我们所认为地狱就是 苦难的众生 在居住的环境 对地藏王菩萨而言 地狱就是道场 他就是把地狱当成道场 在做到众生 我们有没有 好好去规划 你的道场在哪里 后面他就会回答 直心道场 你的心亲近到哪里就亲近 地藏王菩萨既成就了他的功德愿令 对他来讲 在地狱也好 在一切的十方 世界而言 对那边也都是一样的 心就这么样的亲近乌龙所 他在地狱里面 只会渡化那些有缘的众生 而不是去地狱受苦的 一般人听到地狱去是受苦的 地狱不是要去那里是不是受苦的 可是他去把那边当道场的 所以你今天来到我们的道场 你来发心 你把东西来的是受责受苦的 还是像地狱来这 法官导致生 那心境不够 得到的果报就是不良的 对对 真的 麻烦我们去做医工 发心当医工的 可以做起事情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认真 那个讲的是这个 像类似保全的 举例 这个终点费的 我做老妇算老妇 我做了几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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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几事情 那种心进去 那种感受就不一样 就像我们有时候到大陆 偷人家的寺庙 在我们台湾 进去 OK 不用什么收门票的 那现在有点改善 有些寺庙不收门票的 你在那里进来 不管你出家 先收了门票 那他也是法师 有些也是法师在收票的 那他是上班制的 我们不知道 不以为什么法师 也在搞这一套 其实他们进去有 他们全部 这所谓的清静休息还是有的 但是不容易碰到 不容易碰到 不容易碰到 你看喔 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在里面清修的法师 他就把那一套倒查 在外面那些收门票 我自己来上班 虽然是穿同样的衣服 我是来上班到我来收门 不相同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要把每天的神 都当成修行 你做任何事情来 你都会觉得很快乐 很快乐 很快乐 但是这个心境要带到我们的职场上 带到我们的工作上都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就是要去意念 碰到了一些困难 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你怎么办 是修行的考验 我想我们再超越做会比较快乐 老师会比较快乐 好 所以呢 内外明测不义西方 你不做慈秀 你怎么可能到底啊 你不是没这样西方 你当下西方亲近 你当下自信亲近就是到西方 你不从这里下公屋 你从哪里下公屋 你有问题 你没这样下公屋 我没问题到哪里下公屋 就像我看他几个打坐的之下 我每次打坐在想说 我每次打坐在想说 我每次这么做 那一直 可是腿一放 我也是没问题 我检查一下 我反倒把他都敌了 可是不能这样就要放弃啊 不能这样就要放弃啊 不能这样就要放弃啊 不是因为 因为一次的失败 我就不再碰他的 不行 不再一次 不再一次 不断的不断的 撞你的天 我相信 我给我们的教导 你只要有方法 方向弄对了 他更能盲修起来 所以后面他还谈到定位评 怎么修才对啊 为什么有些人做了一辈子 做不了佛 他跟他那一世的方法弄错了 就像那年金里面所谈到的 煮沙成万 有啊 我会啊 有啊 油啊 还是怎样煮 沙子就是沙子 煮沉的 可以变成万 米万 刷永远就是刷 你怎样煮就是无法做成刷 那他又举一个例子 好比 大石沉入海底 你在那边持咒说 石头沉 扶上来 可能吗 不可能 你不要 弄错方向了 煮沙成万 怎么煮也沉不了万 石头既然沉到大海里面 你说 我在持咒 你举一个什么例子 你愿持咒就想消业障 就好比 你在持咒要大石头扶上来一样 但是有些人就主张可以啊 为什么可以 是自己的成就 就像刚刚谈到的 你已经非常清楚了 你自信内造何来的贪嗔事 过去纵然所造的 像世尊这样 他也头痛的问题 沐建人也有被乱死打死的问题 对他来讲 是只有夜暴的环 看是他 内心有没有贪嗔痴 他只说贪嗔痴 对他来讲消灭了 因为他心中无贪嗔痴 不管什么境界限前 我就是没有贪嗔痴 那不代表那个现象不会发生 了解到这个意思 是状态现象发生 但是 我没有贪嗔痴啊 像沐建人被石头打到 他有没有说谁打我的 吹嗔痴啊 没有啊 他只是 敢得他的国报而已啊 但是信中无苦啊 这些事情是很重的 所以同一件事情 在开会者 他被开会者的身上发生 同一件事情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心情绝缘是不同的 这是六祖大师的 在六祖大师里面 给予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明确的指示 所以 像我自己本身在修行上 或者在用功上 在读诵经论上 有遇到一些问题 无法解决的 我会把事情先放下 再回过头来送一送 六祖坛经 读诵他的原理 就读一读 然后去跑步啊 运动啊 会来读一下 因为很多问题 其实六祖大师都帮我们解决了 只是我们也没办法把这附近记下来 所以我们就这个 他就说 没什么 常行时善 一切无敌都OK了 都解决了 读到这么一句话 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烦恼去了一半了 不会在那边滴滴滴滴了 不错的 不贪不吃不吃 不是常行时善 善恼到最远 我是在干爹的 可以了 有时候真的是借用善知识 今入也就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 好 那接下来再看下一道 那说了 大众我们说 了然皆心 大众都听到六祖大师说法了吧 了然皆心 非常清楚明白了 非常清楚见到自己本有的知心 你都知道了吧 因为六祖大师也带着我们怎么分享 神是纯 外面有我们 城中有一个信 这个信就是佛 就是王 就是佛 那佛说 表完见信了 他就说 西街礼拜 他就说 赞叹 六祖大师善哉 太好的好机能 唱祭演 唱演 大家共同的发心 发愿说 普愿法界众生 普愿法界众生 这一句话是代表了什么 包括未来的已见众生 在读宋六祖谈经 听到六祖大师这样的一个法的时候 都能够怎么样 和他们一样 普愿众生 都能够怎么样 文者一时勿结 听到的六祖大师所说的这些内容 都能够怎么样 得到应有的法义 同样的法义 和他们是同样得到同样的法习 又是这么发心的 所以 当时所问到 所碰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会不会碰到 有没有碰到 包括我们现在也常常有人问 大神 非佛说对不对 你管他对不对 你要再怎么讨论就是没有 我相信现在在学术界也好 在教界也好 包括我之前到大陆去做一些参访 他们现在在研究 我们这个过程我们早已经研究过了 我们现在在台湾佛说 大概不会再去炒这个大神非佛说的问题了 可他们现在正在炒 因为他们现在在研究一些佛学的一些论题 他们刚好现在已经在讨论到这些问题 大神是不是佛所说 他们在问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已经走过来的 你回头一看他 这不是谁境界高地位 是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我们人家在同样的一个问题 在回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顶多人回头看一看 你自己摸索过了也大概会知道大神是不是佛所说的 我们重来给他一个很好的很明确的 那是我们研究的成果 可是我们研究的成果一路一路上 我们走了多久 翻篇了多少的资料 跟多少的学界教界的长者们的讨论之后 所获得 我们也是这样撞个头破血的台湾 你知道吗 搞学术 和真正在修行上 你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点 学术你真的是像在修行 所以你写出来的论文 是和你的修行是不是挂档号的 还是真的它只是一个学术 就心口不合一了 你能够把它做成心口合一 你这一篇论文真的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问他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顶多笑一下 大神跟我说 是啊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只可以讲很多人都这么说 他问到另一位立约法师 那师父你的看法大疼没有 我说怎么样 是啊也很多人这么说 大概都没有人会去 正面回答到这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角度来讲 这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你会再去炒作他吗 是啊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思 多思考一些 多放在自己修行上的突破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感受 所以 你看这个 他们当时听到六祖大师这样的说法 他们也希望 以后的 以后 也希望他们得到同一个法 其实我们也 也会像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你希望他们在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 希望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不要迷失了 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 一拿到的博士学位 回到师院 什么事情都不做 好像 和整个的修行 要发动 然后拿不起来 那些修行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博士 就比较高 小学生不认识自己的地位就比较低 是不是告诉了我们 出家只论借纳 只论学经历 可是为什么常常就会被 这些假象给迷失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外照 与我们亲近 没有找到自信佛 你不从这里用功 你从哪里用功 所以真的好一个 假如博士 我举例来讲 我们不是批评博士不好 我这要审明一下 假如我今天的修行 就好比是博士的境界 这种学金最高 照理讲 你应该是最有智慧 在处理你的人际关系 处理很多很多的物理是这样 是最远满的关系 可是我常常就听到一些杂志 那些来打POSE 可以我打一秒钟 我常常就让他 我认识你这样 不需要把你两个 我学的不是POSE 至少我也读过一些书 没问题 还有人家特地不用做 那我们是跟他安慰 说不要想你那么多 真的 我们学佛 研究经文不要当作 被人家误认你 只会读之不做的 你不做的就代表你成不了佛 所以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累积很多人际关系的因缘 其实 世俗我也叫人际关系 学佛的角度也叫做广结善严 你跟人家广结善严 你才有资粮 这是我在这里 我附在先说明一下 好 那大多数都听懂了 六子大师讲完的话 六子大师就说 三知识 若欲修行 在家也可以 那为什么呢 他说在家也可以啊 不优在世 但他并不是鼓励所有人 都怎么样 说在家休息不用出交 他并没有 因为他当时 是一些居士问他问题 他好像就回答 在家也可以休息 像有些人也会拿着 你说师父啊 我这粮粽 我在客厅可以 看电视可以粮粮粮粮 你要回答可以不可以 看电视就看电视 领着就粮粮粮粮 他问我我就真的回答 但是在客厅是可以粮粮 但是看电视不能粮佛 一心不能粮佛 当人家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让人家不粮佛 来在说 虽然可以看电视也能粮粮粮 开车也能粮粮粮 那做这些事情 开车就好了 开车就好了 在前面就要看 头一件事情 念佛在什么地方得当 客厅里面可不可以念 可以 你看不看电视 你怎么够够 我只回答你可以在客厅里面说 ok了 但是你问说 我看电视可以粮粮粮 你不要委屈求情 为了讨好他说可以 那你就办法了 可不可以办法 不能同时运用的 但是他练佛之下 他要看电视做什么 我相信他不会去做一些杂食的 不会做一些杂食的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是反向思考 他都不对了 你做什么想要看电视念佛 你也不要误说 师父阿 我看电视可以粮粮粮粮 你只要这样 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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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事 这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 但是你现在也是一个理解的话 但是也是我们在应对事情上的一个 一个清楚 不然你只要把你伤害我给倒 倒错了 他如果要不倒 至少 一条伤害你卡不住 因为你不是这么教的 以我们现在 没有那个业因 那你教的是正确 好 不然若一修行在家一等 富有在世 在家能行 在家也可以啊 如东方人 心善 在世不休 如西方人心恶 但心轻敬 自信西方 对 这个委公就问 在家怎么修行 他回答 为什么在家可以修行 这个六祖大师是回答 在家能行就像东方人的心 就像我们心轻敬 方家就敬佛 在世不休 如西方人心恶 有时不休 一天到央要做 重来你是住在西方 你不亲近 你心亲近到哪里就OK 所以他重点也是回到哪里 他首先就破除了我们 修行不在下 是在哪里 是在哪里 所以一开始六祖大师就很明确了 不在外面的像 不是东西南北的像 也不是出家在家的像 是新 一开始就很明确了 那也有一些人就拿了 六祖大师的这一段话 哇 你说呢 六祖大师鼓励 他说 修行不一定要出家 这是怎么样 在家也可以修行 对 六祖大师对没有讲说 但是他并不是否认说 把三宝的永续佛法的因缘 落在在家人身上 他没有多讲这一句话 我们那怎么要陪人家 各位了解到这个意思吗 我们并不否认 我们认同 也赞同六祖大师说 在家也可以修行 但六祖大师并没有说 永续佛法的正外是在家人 这句话就说 不错 不错 但是我们不陪人家 我们不陪人家 我们不陪人家 大师祖大师祖大师 这对六祖大师太不恭敬了 你自己要搞自己的名堂 你不想把自己做到 还要把自己拖下来拖下来 不应该的 这师父必须声明 因为我就曾经 有听到 有一些教团 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 佛法三宝 三宝就是佛法身的具足 没有第四宝 第五宝 第六宝了 不过自己又不敢 第四宝 不过于在家师父 在家就在家 还来着在家师父 不要乱扯 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六祖大师怎么教 我们就怎么接受 才能不陪人家 在家可以休息成就 但是在家就不能传 传佛的正法 所谓正法 以戒为师 传就必须有出家人来传 包括要归宜三宝 很明确就出家人能够为在家人归宜 在家人可以为在家人归宜吗 真的 这一点也就是 因为要讲到这里 是不是必须很明确的 跟各位说明清楚 所以我们自己在学法上 也要很明确的 不是听的内容 觉得很精彩 觉得很爱一块天 或者这个他讲的佛的话 他们就符合我的环绕 你不要一头都摘下去 不要一头都摘下去 佛祖说在家可以休息 但没有说佛法的正脉 他就传在他们身上大宝 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 没有撒掉回答 好 那再来我们看六祖 他的这个 维侍神这个维公又问 那在家怎么休息呢 愿为教授希望师父 好好的家保保 在家怎么休息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家怎么休息 那师父就回答了 福威大众 说五相继 他为大众说五相继 他都用祭送来说你 所以 这个禅宗的开悟祖师 他们开悟之后 他们不是像我们那样讲白 或者他们都讲祭送 写个祭送 给你 就是自己去参悟 他写祭送 他说那用祭送 他说那我说五相继 但你此修 常语如同 就和我们一样同处无别 就和我们同一个境界 所以在家也可以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他并没有说 你可以传承法 骂 摩托要被道 在那里面道 若不做此修 替法出家 与道合一 你独中的修 你状态是替法出家 你跟 解脱 扯不上关系的 又扯不上关系 所以 修行不是出家人的权利责任 在家也没有权利没有责任 只是他的任务 或许在行使上的舍命不同 但是修行的共同的一个理念目标 为成就不得到 就是在家出家是一致 都这么做的 好 那我们看六指大师怎么说无相经 这个无相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但是人家都做得到 我出家我出家都一样 为什么 境界已经超脱了 境界是超脱于的还没下 也超脱于什么 在家出家的下 参与任务 心 惑难的一种 开了 不然就完了 好 好 六指大师他说 心平和劳慈禁 在我们 佛教里面 戒就是防飞止恶 那防飞止恶有作用 那心平和劳慈禁 你对待一切众生都平等的话 需不需要再特别跟你强调不要杀身 需不需要去给你强调不要偷盗 因为你内心里面是一种平等观 你都已经达到这种境界 需要再告诉你再制一个不杀生计的吗 不杀到淫忘酒等等之类的吗 所以心平和劳慈禁 但是不能假接这就 我心清静就好 这个佛祖心中做 酒肉穿堂过佛祖心中做没问题 爱家就爱家 看着怎么做 那真的 我说不要紧 大鱼大肉 吃得欢迎吃得欢迎吃得欢迎 你不是学会很久 你怎么还吃醋 没问题 我酒肉穿堂过佛祖心中做 要就得到这么快 不能乱用 这是开悟者讲的那句 我本身没错 就好比我刚刚举一样的例子 那些居士去问师父说 师父 有没有地狱 有没有鬼 师父回答说 没有 他是从他的境界讲 没有 因为他也超零三二戒 当然没有 他没有假忘了 过去的这个布袋和尚讲 这个酒肉穿堂过佛祖心中说 是他心中着雨 没有所谓的差别像 他不懒着 但是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 是为了度众生 为了帮助众生脱离这个苦海 而视线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来的吗 这一定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心平和尚持见 那简单的人 六祖大师便没有说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这么想 可以自己这么想 你心不平就得好好的持见 简单的台就这样 那不要只是抓住这句话 我心平和尚持见 你心不平就好好的持 是不是 一句话有两个面向 你要调理 你到底是在这个哪个面向 再来行止何用修禅 你行止何用修禅 那行止就是我们 你的行为正当你所 你的行为正当 就如同禅定一样 需不需要再透过禅定 让你的心静下来 就像有些 有些人在工作 机业各方面的 很烦 很忙 都静不下来 他就非得怎么样 找个禅修中心 来让自己心静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的时候 心都是在散乱 所以他 没有办法 只好找个 可以禅修的因缘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那我们每天都处于这种 这种所谓的禅修状态 禅修不是那个假象 不是那个打坐的象 是你的一切的心理都如法如律 随众作息 随众生活 需要特别强调 什么时候叫法众 行处坐在场 是行处坐在四场地的境界 没有那样的一个人 一个境界 所以 假如你行指还没有恰当的话 你非得修禅 但是行指何用修禅 你正当的经过 所以 你假如没有妄想 你没有任何的妄想 你没有任何的妄想 你需要再透过打坐 来让你妄想 仔细吗 我就没怀孕 我需要再来个打坐 让妄想仔细吗 但是我们要审慎的观察自己 洞察自己 你还有没有反好 他又把妄想 你非得歪歪的打坐 六指导师言相之意 其实是有这种味道的 是有这种味道的 不要认得说 我只抓住这些 素素于文字的 一些用语而已 所以 我们的行有各方面 还没有在 上半心还有的话 你就非得好好的感动 做到什么 做何不做 不做何做的境界 好 再来 恩则而效用父母 报恩 我们现在常常在讲 报答父母恩 真正在佛教里面 报答什么 三世父母 真是趋势 真是无始皆来的父母 通通的报恩 没够大小 现前的报好来就好了 现前的能够好好的报答 大概一定很了不起 在面前我讲一个笑话 一些时间 以前我讲过的一个笑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有一个老板 年纪大了 他有五个儿子 他家财万贯 家财万贯 他年纪大的时候 他就说 财产费给他的孩子吗 他就跟他的五个儿子 饥饿起来说 爸爸年纪大了 我想把财产都分给你们 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好好的 遵循他 当这些孩子 就叫爸爸 要把财产分给他们五个兄弟 快点笑顺点心酸 爸爸把所有财产都分好了 那有个孩子说 爸爸你现在一无 身无分纹 不急啊 我们总得要人照顾爸爸吧 那是怎么样 轮流照顾 轮靠 第一年的时候 大家轮下来的时候 一个人他住几天 第一年下来 大家都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 第二轮下来 就开始起烦恼 儿子、媳妇都开始起烦恼 什么起烦恼 不耐烦就起烦恼 不耐烦就是起烦恼 照顾到就不耐烦了 有时候你知道老人老人家在吃饭 各方面并不像年轻人这样的理想 很多需要照顾 他 不急 不去去 你都不能煮 你怎么吃 他当然会有所要求 那媳妇就叫 要吃吃 甚至有时候就让他等一下 吃两半 不能让他吃不饱 爸爸呢 第二年的时候 孩子都愁眉苦恋 这些孩子呢 他当初想要 我把财产回给他们 他们应该会好好的笑 是否才是怎么想法 和事实 刚好是想完了 老婆他也会发现这种问题 我如果把财产奉努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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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 他不疼啊 你把财产奉努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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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你对自己过得好不好 哪里好 我本来的 这样是苦惹的 有十多年 怕冬冬 我不知道 很主流很明显 可是现在生无孙儿 他说 为什么 我跟我的天生都不能够的 怕你生死 他没见到我 甚至现在呢 有一餐没一餐 生我的很苦啊 他这个朋友说 这样 他就为了老婆要打抱不平 帮他想了一个方法 我教你一个方法 他就送给他一些元宝 引力 他找了一个木箱 里面装了一些石头 装石头 然后 有位阿孙 有孙子 孙子会找冬青藤 大人可能就不理他了 可是孙子总会找阿公 阿公等阿公等阿 他就拿了一些元宝 跟孩子的娃娃 那给他送 那孙子就说 阿公你哪有钱 嘘 我跟你爸爸妈妈说 阿公又有钱 我来帝到他一生 做起来 就带孩子去 带他孙子去 爸爸你看到吗 我都打起来 不要跟你爸爸妈妈讲 你想孩子可能不说吗 孩子晚上说 爸爸爸爸 我跟你阿公又有钱了 哇 那明晨跟他一生 哇 有生气都给我们玩 真的喔 真的 真的 我经过 他到每一家都是这么样的生活 每一家的孙子 他都这样的方法 结果有个人说 哎哟 阿爸还有整身的经文才不得 哪里 哪里较友好 那我从那一天开始 开始都对爸爸都很友好 那友好 那友好 那我宅宅是一年 你知道吗 那我爸爸也不不想 他就爽得不堪 结果 人生总是无常 又过不了多久 这个爸爸就去世了 往生了 这五个孩子就急过来 哎 他们就放去摄影 把这膝盖打开 看他怎么奔就怎么奔 又找到王 就没多久 就从他身上 以前古代人 摄影都把他扣头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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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五个儿子 不独一堆石子 没有这箱石子 一定二十老子 虽然 虽然这个幽默的笑话 可是呢 确实人世心就觉得 淋湿的太多了 我有五个儿子 不独这一堆 你看 不独这堆石子 没有这箱石子 一定二十老子 所以我们学佛求醒 现在要报答父母 父母还健在 真的好好的报答 不要等到 回死一晚了 那五个孩子看到这一 爸爸写了这个字条 这��요想回心转力了 好的报答 巧树 没有机会 有时候我们不要等到天后被人打死了 那是报答父母恩怎么报答 我们要用智慧 最好的报答就是不让父母再受人的指挥 让他的心快乐 那随顺呢 随顺什么叫随顺 是要用智慧的去随顺 所以他这里叫恩责效应父母 所以我们现在在报答的一切恩贵 就是以先报答父母恩为主 我们是尊给予我们法生 善事是给予我们法生 但是我们的父母给予我们什么 是不是 我们要回报 回报的就是要共进共要 不是只是给整天让他有着吃有着穿 就像刚刚讲的故事 虽然有让他吃有让他住 可是他不开心啊 不开心啊 有一档又一档啊 不是因为吃的饱着叫做孝顺 早期很多有一些人就是这种观念 啊 吃的饱了 有吃的 有人都大了 不是我都爱什么 现在我们校样父母不是只有让他吃 让他住就叫做孝顺 在佛法的标准里面这都还是小善 小孝不是真的大孝 大孝是用让他的佛法 能够接引了他们来学佛 甚至能够走出人生的困境 这才是最好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的错 他至少没有用法法一次一次的拉拉出来 这是不对的 所以恩者修佛 恩者修佛 当然 义者上下相临 义就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 事敌 有些人在像一些青少年 东北东跟东主旗 那不是在讲义气的 我朋友的一句话 我会在讲拼声拼声 那不是这什么 什么事情当作不当作适宜的 譬如说我今天 我有一些财富 但是我看到苹果人家 我去做这个动作 我去布施 我计品布施 甚至做一些什么 金函的讲述金等等 这种事与的事情 是上下相连的 是一种同理心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哑量 在家出家有样 像说现在的慈善事业 出家人也做得非常的多 现在不是只有在家人在做 出家人也在做慈善事业的也很多的 那为什么要做 适宜的事情我们要去做 适宜的 而且合情合理 所以 钱财本是身外之物 你可以去 辅助 辅助 帮助一些人 OK的 当然是举这个例子 包括我们的朋友之间 同学之间 互相的协助 互相的帮助 叫做上下相远 让人就是退让 谦卑退让 所以让人尊卑和睦 做什么事情 真的是退步海不天空 不要跟人家起生子 纵然人家误会了我们什么事情 不要急着去跟人家 什么 逗争 讨个公道 纵然你在里 这件事情也被搞砸了 也不对 有些人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就讲话去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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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怎么样 他打你一下 这么一打 就我们的判断上 到底是谁错 两人说我错 但是谁的罪 最重 打的人最重 为什么 因为你考验不过 你考验不过 你出手打人就不对 假如他不出手打人 那我们就这件事情上来打人 讲问去刺激人家的人 人家再怎么样都不会去原谅他 或者他真的是做错事了 但是你真的还手打那一拳 风在人心 你出手打人就错了 出手打人就错了 为什么错 标准而言 就是有烦恼 修行的也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 修行的不一定要去跟人家争个什么 对和错 真的退让一步就好 你觉得可以退让的时候 真的可以退让 可以包容我们 你当退让就退让 不需要去跟人家 起神他们会有真实 我现在说什么 得理不劳人 我觉得得理不劳人 且劳人 得劳人处且劳人 不要得理不劳人 得理不劳人 不劳人 就没有所谓的人 我是非的对目 就千倍 再来人则的众恶无群 一件事情能够忍 那最大的忍在哪里 听了人跟我们说什么 不要生话 容易不容易 它是很简单 其实做起来 人家打我那个忍 大概可以忍 被刀子割到的伤口 可以忍 但是听了人家说一步 说什么 说自己怎么讲 当我们听到那无形无理的 要忍不容易 惊悶会生就是这样 惊人会惊悶会生 人家只讲音 传到最后被人讲十 讲一百 没有的话 所以六指大师讲 这个人 众恶无群 不管人家讲什么 一切的流言 只于智者 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多说一切不必 但是就从另一个场面上来看 他假如以教化宣导众生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在宣导 他真的不是在挑拨是非 他挑拨是私下 我跟你讲谁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你讲他说你怎么样 这个就是怎么样 不弄是非 本身就已经摘入是非了 所以六指大师讲 人则众恶无群 一切的流言 只于智者 这个人的功夫 不是一般人被人做的 就像 刚刚那个石头的路上 阿公都嫁阿孙 不要跟我讲喔 阿公也知道 嫁不要跟我讲 其实就是要他去讲 我给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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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我讲 不用三天 不用三两天 我差不多从世界上都知道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 你答应我 我给你讲 你不要讲 我做你 你说 你不要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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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人跟我讲 בא switches 我在 peanut 我给你讲 啊,我知道 专目取火 与你定身旁边 假如我们后来修行就像专目取火的那样 持续不断 这堂草它是挤这个例子 专目取火 专目取火很不容易 专目取火的那样持续不断 它的温度够热了 参观有火化 修行像这样 你能够这样的修 所以它用专目取火 来取代前面所谈的心平和道之间 你心不平静就非得好好的持续 你心直还没有到达一个标准 心还不止 还有妄想就非得好好的参谈 所以它才谈到 若能专目取火 你能够好好的这样修 你就会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与你定身同量 所以修行 出家修行不怕你的身份非见 就换我们这几年 都好好的用过 所以 与你定身同量 苦口 苦口的四点一秒 逆耳的必是中年 所以有时候 善知识 师父给我们教导的话 有时候只会听起来 被盖定的 这当确实是很重要的 像古代民君 有一些民君 为什么会成就 他就是愿意接受文武百官对他的见言 为什么我们也会认为李世民是一个民君 因为他就是广听这个文武百官的见言 他有什么错 文武百官他下旨 可以直接马上跟他怎么样 反念 所以当他很生气的时候 这个文武大神就 哎皇上你说过了 你有没有怎么样 有问题直接见你了 所以当你在动怒的时候 甚至要下令杀佛的时候 要提醒你了 他就 气不消了 就他还没有当皇帝之前 他的行为是很不好的 他为了当皇上 当皇帝把自己的哥哥 玄武们之辩 把他哥哥杀掉了 以现在来讲是 犯重罪 可是为什么后来 大家看到的是他的结果 他真的后来真的有做一些 对国家 对白军有帮助的事情 那因此 一个人的成就有 我觉得我们 善知识给我们的教导 其实有时候我们 听 刚刚这个基督里面 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这个是中年日 要来 改过人 新生 必胜智慧 最有忏悔的人 真的是最好的 所以 护短 心力 悲闲 日用长行 什么叫 人总是有所谓的长处和短处 我们不要怎么样 这个隐恶养善 对自己都隐恶养善 哇 好的都倒是讲 不好的不敢讲 其实有时候我们 在一个环境 在一个到头的修行 自己的短处 没有别人 当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了 长处 那我们就反思自己 我做不到 那代表你在这方面有点什么 缺失 我们就必须把它补养 而别人 别人当别人的长处 善事做了很多 我们要随喜功德 你不要怎么样 不敢布施 其实我们的六根 随时都可以布施 像眼睛的布施 你不要看到人这样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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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慈悲的布施 对不对 眼睛的布施 耳朵呢 耳朵的怎么办布施 我们要怎么 讲 我们要 我们自己听到 不管听到了什么 坏的 我们就怎么 说起来不听 我们就当个收音机 我们就去当个扩音机 到处哄啥 对不对 没有 这个也是一种不思 那鼻子也要 我们就把这个 譬如说我们现在人 大家来共修的气氛 把它弄好来 那个气氛 那应该嗅到这种 有法的味道 没有一句 哎呦 挤在 那Q不太好笑 屁就不好笑 嗅到怎么样 不正常了 不好 这就是那种故事 所以我们怎么办 把自己的责老 今天我是行堂 今天我是香灯 我好好的把我的大殿 把它做好 让人家感受到滑稽 那蛇呢 嘴巴 讲柔文语 做战案人家 人家今天再辛苦 我们就发心了战案 这也是个故事 所以 六文清静 就从故事做起 因为彼此身 身体的故事 可以做的 我们就尽量做 能做的是健康 好 就是举这些例子 所以互短 心肺能给 所以 人家有长处 我们就学习 我们自己的短处就是 要改进 不要去害怕 不要怕人家点到我们的短处 点到了 知道了 我下次不是要犯吗 下次人家就 你都把你这些例子 当成是一个教育 但是不会把你当成小话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再来 日常常行饶育 饶育呢就是哪 对众生有益的事情 饶育有情 当助众生 所以日用 我们要常行饶育 成道非有失钱 所以你 成就道业与否 不是因为你布施多少的钱财 能够布施财物 那当然是一个修行事 但是 我们不能把它当的 花钱买功德 布施钱财来买功德 那他们两母弟就同样的落入 同样的一个困境 不以为这样就有功德 我们布施钱财是欢喜不许 但是成就道业与否 不是因为你布施钱的多寡与否 而来衡量你的道业的成就与否 纵然你布施的是这么一丝丝 但是你的心是全心的 是恭敬的 那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出胜 所以他才谈到 菩提指向心命 菩提就向心中寻全 道 菩提就是道 道从心中全 何老向外求全 听说以此修行 西方只在面前 只要以此而修 所以刚刚跟各位举例 六根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式 每天自己做 检验一下我的颜耳鼻舌声音 我怎么样的布施 刚刚一句话 那就要说到三千两个 刚刚一句话 就要让人听到这样 起错了 所以怎么样去表达 这是一种什么 修行的一个内念 提升出来 真的 这不是有二而来 这真的是要长时间的 所以六祖大师才讲什么 就像专目虚 不要推倒了 修行不怕碰到困难 困难的事情 重来发生了 这我们 不要害怕 我们要 要有毅力 不间断的 千万不能退到 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布施 包括我们做善事 有时候都不让人去养 不要再加二心 你不能跟他这么丢 以后你都不对他表善意 他或许是在测试我们 到底是正不真心 你真的就跟他闭一闭 那你就是跟他一个二人 你跟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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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一生 跟他一生 有不偿失 不如进的麦克风 你们也有个立个牌 为原庆在主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一想 很多事情真的 就说 他就只是一个想法的转念 过去总统 不知道就算了 大家知道 不要再跟他跌二远 不然你也非得再立个 佛力超建 某某人运进在主 你苦得了 你为什么这样超建 过去我们不知道 至少我们现在所超建 是过去生的 你不要再为未来再超建一个 了解到这个人道理 不要极恶 你没事了 所以 修行就像专目去我 所以六祖大师 他说 在家也可以修行 但是怎么修行 就像专目去我 迟到什么境界 就可以在家修行 心平和老持戒 心直 何须修禅 你如果在那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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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改变 你六祖大师 标准很高 但是 入门条件 OK 在家都可以修行 但是 那个筛选下来的条件高不高 我还不容易 因为你心平行子 对你何言 有无在家相 有无献出家相 心不难 有像观世音菩萨 我们献前的观世音菩萨 过去是正法民如来 献前观世音菩萨 他献在家相 他依然可以到处弘法明神 有像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战案 千处祈求千处先 虎海堂坐帝文中海 可是那个心意 就是像庄主 不要离家人就对了 修行就是没有离家人 所以出家人 修行人 不要说出家人 修行人 有没有家庭 重能他在放松 重能他在做一些调试 也是为了辅助 当然是人修行人 我们的资良 一个人不能 压力太过重 就像现在大了天 你整天我站在外面 就把眼睛放开 我这次去越来 才发现果然不够了 你吻这里很热 我在外面 站个一下子 吼 你会发现是台湾家 所以我们在种种 这种修行的考验 我相信 就学学 学学六指大师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 那 这是 第三章 第三章 还有最后一段 你把他讲完 二百三十六页 他说 师父又说了 三至四 总须一记修行 反正 就是依照 我说的无相继 这样的来修 见取自信 只沉默到 这样修就会得到 只沉默到 所以当我们心未疲 你心妄想 还没有仔细 你就非得好人 这样的来修持 所以法不相待 法会不会再等待 不会了 所以 实存活到 法不相待 法不相待 他不会再等你慢慢来的 所以修行怎么样 要修行就好 修行就好 修行 就现在就跟我修行 我等我串营 我修行 我修行 我这里修 不用了 你当时就打碗了 我就找借口 所以法不相待 其实修行就是很严厉的 告诉我们 那修行 当下就修 不要慢慢来 修行没有慢慢来的 慢慢来带 慢慢来转 不然就慢慢来 所以修行就得怎么样 赶快的 及时的 不是慢慢来的 所以法不相待 这修行就是 修行有声音 听起来 好像蛮柔和 其实 一一生年 不然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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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修行 因为你一生修行 就很辛苦 真的 在家修行 有比修家修行 容易吗 我不相信 所以他修行 法不相待 而并不是鼓励我们在家好 在家修行都已经很困难了 不要再慢慢来 有没有 听起来 听起来 一生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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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众人 想想 好了 想好了 回去好好休息 来 谢谢 说 我回到我的潮汐 大众如果有问题 如果有疑问 想想 可以再问我 所以好好的回去抓目取火 有问题了 为什么我的火 生不出来 有问题再来问 六指是这么说的 有问题再来问 时为世始 官雅等的 在会善然训理 各得开悟信受 什么叫开悟 这种了解的 了解 都等了 了解 六指大师给予他们的教导 那开悟是 成就道院的开悟 我知道 祖母你在说啥 我会回去好好地抓目取火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就来测试我们 这个 有没有抓目取火成功 所以六指大师真的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多 甚至在弘扬风法上 真的是非常贴近 非常贴近 那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们就要回去好好地抓目取火 大家也可以休息 好 那 有没有问题 我们回向 简直到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苦及于一切 苦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谢谢